看演出 秀车记 近几天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连出席了几场在克里米亚的活动 乌克兰和美国坐不住了 纷纷跳出来抗议 8月13号 普京出访克里米亚时 参加国际芭蕾舞蹈艺术节 他在目间休息时 接见了20名舞蹈学院的学生 这时铁汉总统表现出了柔情的一面 只见他牵起其中一名女孩 单膝下跪亲吻她的手 孩子们随后将其围住 要求合影并签名留念 而这仅仅是普京访问克里米亚的行程之一 就在几天前 普京还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 参加了夜兰摩托车俱乐部 举办的国际骑行活动 在几辆汽车的开道之下 一对摩托车大军缓缓驶来 打头的正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一身机车装扮的他 驾驶着一辆俄罗斯国产乌拉尔三轮摩托车 拖斗和后座上 分别作者克里米亚共和国领导人 谢尔盖·阿克肇诺夫 和塞瓦斯托波尔代理州长 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 当车队抵达车展场地时 普京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克里米亚地处黑海沿岸 2014年3月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 至今其归属问题仍是俄乌主要矛盾之一 针对普京在克里米亚的一系列活动 乌克兰外交部12号发出抗议 反对俄罗斯总统访问克里米亚半岛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也发表声明称 俄罗斯领导人访问克里米亚 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可接受的侵犯 13号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 运克里米亚官员的话回应称 美乌的抗议言论是没有意义的攻击 正如克里米亚一直强调的 这是俄罗斯内部事务 美俄近期在克里米亚的军事对峙也日趋升级 俄罗斯国防部近日对外宣称 在一周之内已有39架外国飞行器 对俄罗斯边境抵近侦察 最近的一次是3号 美军的EP-3E远程电子侦察机 对克里米亚海岸的侦察 作为回应俄罗斯战机12次紧急升空拦截 同时俄罗斯还派出了特种部队 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了日夜巡逻 有分析称双方的博弈还将持续频繁 也将更加危险